我现在回应这个提问,这个提问是什么呢,就是说有人的孩子不听话,心里就很烦恼了,被影响了,我会这样说的,任何困难,这是儿女的困难,当然是极大的困难,但我们越被他影响,我们就没有力量,没有机会,我们就会被影响的。 但我们从神得利,我们越注目在神身上,我们就有平安喜乐,我们用平安喜乐的心就可以帮助孩子,如果我们没有平安的心,我们很烦恼的话,没有力量,就不能帮助他们。 很多父母帮助孩子的时候都是发怒的,或者是不耐烦的。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,就是儿女不好,我还是有耐心的帮助他,有可能他会改变,这个需要智慧。 我也告诉你,我有一些材料可以帮助你们的,我会直接传给你们的领袖,然后传给你们。 就是,这个会帮助你们的。 但首先是我们不被孩子影响,从神得利,我们就可以有力量,面对任何的困难,有耐心,有何的心。 。 另外一点是,如果他们完全的不听话,我们某程度是要放手,放手不是放弃,放手就是说不被影响,我不要心里就很不开心,我就整天烦恼。 我们就不能这样的,我们是要放手就是说,他是另外一个人,虽然是你的儿女,还是另外一个人,我们就不能背负他的重担,但我们还是有耐心的帮助他。 但不要背着这个担子,背着这个担子就很烦恼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